大家好,我是钟立来,服务于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也是国立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系的老师 欢迎大家来到结构耐震设计导论这门课 那我们今天呢是上这个第八个单元 那这个单元呢是设计反应谱 那各位还记得说我们上个单元呢是讲到地震记录的反应谱 那就是说given一个地震记录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到反应谱了 那这个反应谱呢很可能是位移的反应谱 速度的反应谱 或许是加速度的反应谱 那就是说我们的横轴呢就是结构的那个周期 那中轴的话它的最大的反应 那如果是位移反应谱的话 那就说它的结构相对位移的 相对于地表位移的最大的反应 那如果是速度的反应谱呢 那就是结构啊相对于地表的速度的最大的反应 那如果是加速度反应谱呢 那就是结构啊绝对加速度的最大的那个反应这样子 那我们也知道说啊 这个每一个地震记录都有它独特的那个反应谱 那换言之的话就不会有两个地震记录啊 有同样的那个反应谱这样子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设计的一群这样子 那我们就希望说这设计呢就只有一个反应谱 那我们这个可以拿这个反应谱啊来做这个设计这样 所以这个设计反应谱呢就主要是用来定定啊 这个地震的大小而用的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历史上 这个所发生过一些地震 那我们把它记录下来 那我们也把它做这个把每一个记录啊 都制作成这个反应谱 那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反应谱的一个趋势 那我们经过这个统计之后啊 那我们就可以订定了一个设计反应谱 那我们有了这个设计反应谱呢 那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订定了这个地震力的那个大小这样子 好那我们来看看说这门课啊 这堂课的那个专有名词这样啊 第一个的话是设计反应谱 那设计反应谱的话英文的话是Design Response Spectrum 那Design就是设计 Response就是反应 Spectrum就是谱的意思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我们有一个设计基准的那个地震 或简称设计地震这样 那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设计基准的地震呢 因为啊所有的地震啊都有一些几率 那我们不可能说订定一个地震的话 一定是没有任何 未来没有任何一个地震啊超越这种地震 我们不可能做得到这样 因为啊地震是一个几率的一个问题这样 那这个设计基准地震的话英文叫Design Basis Earthquare 这设计基准地震这样 那因为啊这个地震呢有一些不确定性 所以它是一个几率的那个问题这样 所以说我们啊只能够考虑说多少年回归期的一个设计地震这样子 那如果是一个设计基准地震的话那我们考虑的回归期呢就是475年 那回归期的英文呢就是Return Period这样 那我们在一个设计反应谱里面呢我们大概可以分成几个区块 那一个区块呢叫做短周期那我们叫它short period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区块呢叫一秒周期那一秒周期呢就代表这个中长周期 那中长周期呢我们就叫one second period 就是说它的那个基本震动周期啊是一秒钟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设计反应谱里面呢也有两个区段 然后其中一段的话是等谱加速度段 那就是说在这一段在这个范围里面啊 它就是一个constant spectral acceleration 它的那个谱加速度呢是一个定值这样子 然后再来一段的话是等谱速度段 那就是说在这个范围之内 或者说在这个周期的范围之内啊 它就是啊它的那个谱加速度啊是一个定值这样 那说是那个设计谱加速度呢或者说设计反应谱呢 它的横轴就是周期 它的纵轴呢就是最大的反应 那如果是加速度呢那就是加速度 绝对加速度那个最大的反应 好那因为设计地震啊这个地震的大小啊有一些不确定性 所以呢我们需要用这个几率来去探讨它这样子 那假设说我们有一个随机的变数叫做大X 那大X呢然后它是在一个括号0到T这样子 那0到T呢就是一个时间的区间 那在这个时间的区间之内啊究竟有多少次超越某一个设计地震这样 某一个地震的那个程度这样 那么这个次数呢就是这个大X这样子 所以大X的话就是说在0到T这个时间之内超越某一个地震程度 它的发生的那个次数这样 所以这个大X呢就是发生的次数 然后这个次数呢就是超越某一个地震 然后在一个一定的那个时间之内这样子 那我们在这边的话假设这个X这个随机变数呢 它是按照poisson distribution 就是按照poisson这个分布这样子 那好那我们现在有了这个假设之后呢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啊这个在某一个次数之下 它的那个几率是什么样这样 所以这个X呢这个大X呢就是次数 那如果说在这个0到T这个时间之内 超越某一个地震程度发生的那个次数 叫做K的话 那我们就说啊这个X equal to K这样子 那我们这边的话是probability of X equal to K 就是X等于K的那个几率这样 X等于K这个几率这样 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是小P 然后呢下标K 然后0到T 就是说在这个时间0到这个T这个时间之内 然后呢这个超越某种地震程度 它的那个次数 这几率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把它写成啊lambda T 这个to the power k exponential minus lambda T 然后除上这个K factorial这样 那这个K呢有可能是0 有可能是1 有可能是2这样 那我们说这个地震呢发生的那个几率啊 是有些不确定性的 所以在这个0到T这个时间之内 超越某种地震 它的那个次数呢有可能是0次 有可能是1次 有可能是2次这样 好那我们首先呢因为我们知道啊 对一个那个几率的那个分布啊 它有些特性这样子 一个的话就是它的那个total probability 就是所有的那个几率把它加种起来呢 要等于1这样子 所以呢我们就check一下 我们就检合一下 这个poison distribution 如果说我们把所有的probability 加起来 看它是不是等于1这样子 所以我们这个summation from k equal to 0 to infinity 然后小的pk 然后0到t这样 就是我们把所有发生的次数的那个几率 加种起来这样 那我们知道呢 发生k次的那个几率 发生k次的几率 是lambda t exponential k lambda t to the power k exponential minus lambda t 除上这个k factorial 那现在的话我们把这个summation啊 从这个0啊到这个无限大这样子 那我们知道啊这个lambda t to the power k 除上k factorial summation from k equal to 0 to infinity 它就是刚好等于exponential lambda t这样 那我们把这个exponential lambda t 乘上exponential minus lambda t 然后它就刚好等于1这样 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poison这个函数啊 它真的是一个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因为它们的那个加种起来的那个total probability 刚好是等于1这样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我们对一个probability 对一个几率的那个分布啊 那我们也有关心了它的均值 就是说平均发生几次呢 我们看说这个平均发生几次这样 那我们就是min of x 就是这个x这个随机变数啊 它的那个平均值啊 那我们这个可以把它写成expectation x 然后从0到t这样 在0到t这个时间啊 我们把这个x的那个次数啊 把它取个平均值这样 那平均值的那个定义的话 如果是我们把k k就是次数乘上它的probability 然后把它submission啊 从0到这个无限大 那我们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它的平均值 它的均值这样 好那我们这个把这个k乘上它的probability 它的probability呢 就是lambda t to the power k exponential minuslambda t divide by k factorial 那我们这个submission啊 从k啊到这个无限大这样子 好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啊 是lambda t to the power k exponential minuslambda t 然后除以啊这个k minus 1 factorial k minus1 factorial 那我们现在这个submission呢 就是从1到这个无限大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submission之后呢 就发现说它就是差了一个0 所以呢我们最后呢得到了 就是等于lambda t这样子 那我们就知道说这个poison distribution啊 它的那个平均值呢就是lambda t lambda t呢就是平均的次数 就是说在0到t这个时间之内 超越某种这个地震程度的 它的那个平均的次数 就叫到lambda t了 所以这个lambda t啊 因为它是个平均值 所以呢它就是可以把它视为说 在这个0到t这个时间之内 超越某种地震程度 它的平均发生的次数 它这个发生次数的那个平均值 这样子 那lambda是什么意思呢 lambda t呢是这个在一个 这个是个0到t这个时间之内 那如果说我们把它除以t的话 那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单位时间啊 它这个超越某一个设计 某一个地震程度 它的那个平均的那个发生率这样子 那就是说这个lambda呢 就是在0到t这个时间之内啊 超越某一种地震程度 它的那个平均的发生率这样子 所谓平均的发生率呢就是单位时间 它的那个超越某种地震程度的那个次数 好那我们来看说什么叫设计地震这样啊 那这个设计地震的话 因为我们说这个地震发生的是有些不确定性 那当然这个地震的大小也有些不确定性这样 那什么叫设计地震或设计基准地震呢 那就是说在50年之内超越这个几率啊 超越这种地震程度的那个几率呢 是10个percent这样 那这样子的地震那我们就叫它设计地震这样 那就是说这种设计地震呢 就是说在50年之内超越这个设计地震的几率 就是10%这样 那说说因为这在50年之内 那我们说是0到t 我们说这个poison distribution啊 是在这个某一个时间之内 这个时间是0到t 所以这个t呢就是等于50年 50 years 好那我们刚刚说过啊 在50年之内 它这个超越这个设计地震的那个几率啊 是等于这个10个percent这样 那就说在这个50年之内都不发生 都不发生 没有任何一次发生 没有任何一次发的地震啊 超越这种这个设计地震了 那么它的那个百分率呢 它的几率呢就是10个percent这样 那就说probability of x not equal to 0 不等于0 那不等于0呢 那就说它有可能是1 有可能是2 有可能是3 那这样的话它就是会发生的意思了 那但是那个发生的次数呢 很可能是一次 很可能是两次 很可能是三次这样 那就说它会发生 那会发生的那个几率呢 是10个percent这样 所以我们这个probability of x not equal to 0 equal to 10% 那就是0.1这样子 那因为probability of x not equal to 0 那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了 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total probability应该等于1 所以我们这个等于1 minus probability x equal to 0 那么它的probability呢是等于0.1这样子 那我们知道说这个probability x equal to 0 那我们就是k等于0 那我们把这个k等于0带进来的话 那这个probability呢就是等于exponential minus lambda t这样 那我们就说1 minus exponential lambda t 1 minus exponential minus lambda t equal to 0.1这样 那如果我们经过整理之后呢 我们就得到lambda乘以50 因为这个t呢现在是50年之内 这个区间就是50年这样 这个lambda乘以50 是等于minus log 0.9这样 那这个log是natural log 是等于0.9这样 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得到lambda呢 就等于475年分之1这样 那这个lambda呢我们刚刚说过了 就是说它这个平均的发生几率 就是说在1年里面发生几次 那如果说我们按照这样看的话 它在1年发生的那个次数 平均的次数就是7百475分之1 那就是说在475年呢它就会发生一次这样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我们说这种设计基准的地震啊 它的回归期啊就是475年 那我们也可以说啊 这个平均发生的几率 就是平均发生的次数 就是每年475分之1这样 所以我们这个lambda就是年发生率 就是每一年它发生几次呢 就是475分之1这样 那如果说在475年呢它就会发生一次 所以它的回归期啊就是475年 那每一年呢发生的次数 平均来讲是475分之1次 好那我们在订定这个设计反应谱的时候呢 那我们说我们是按照过去一些地震 那我们量到这个地表加速度 那我们量到这个地表加速度之后呢 我们把它制作成了这个反应谱这样 所以我们在这张图呢 我们总共有4个地震记录 然后呢有3个地震记录呢 是来自于台湾的 那包括是台中的还有嘉义的 然后呢有一个地震记录呢 是来自国外是美国的 那个是L Central的那个地震记录这样 那我们把这个地震记录呢 我们先把它正规化 正规化呢让它的PGA呢 都等于1 就是等于1G 等于1G这样 那我们看到说这 总共呢有这个4条曲线 那我们看这个4条曲线呢 它都有个趋势 就是说我们从这个周期0的时候呢 它会啊这个这个加速度反应谱呢 绝对加速度反应谱呢 会上升 上升之后呢 上升到某种程度呢 它就不再上升了 然后呢就再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呢 然后它开始下降这样 那所以说我们这个按照 这个我们过去量到的地表加速度 我们制作它的那个反应谱 这个地震记录的那个反应谱 那我们就归纳出来啊 我们的设计反应谱呢 可以定成一个这样的形状这样子 那就是说从周期0开始 然后呢这个普加速度呢 开始地震 地震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呢 它就不再地震了 它就变成一个平台了 然后再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呢 周期长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呢 它就下降了 那下降之后呢 它是按照这个反比例的下降 那就是说跟周期啊 成个反比例这样 那么我们就能够把这个设计反应谱啊 这个定定出来这样 然后再来当这个周期非常非常长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给它一个下降 给它一个下降这样 因为我们不希望说啊 当这个结构的周期真的是非常非常长的时候 那变成说我们要考虑的地震呢 非常非常的小 或甚至啊不需要考虑到地震 那这样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说地震有些不确定性 我们如果说在这个地震活跃的地带 我们不希望说它的那个结构的那个设计啊 都不需要考虑到这个地震力这样 好所以说我们呢这个设计的反应谱啊 那基本上呢我们是用两个参数 来这个决定这个设计反应谱这样 那如果说我们把它简化为 或者说经过平滑化之后 那我们只要用两个参数啊 我就能够把这个设计反应谱定定下来这样 那这两个参数呢 一个是sds 然后呢一个是sd1这样 第一个我们来看这个sds 这个大s啊是代表谱的意思 那当然对我们经理来说的话 就是设计的反应谱了 然后再来它的下标d 这个d呢是代表设计 设计design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下标s呢 是代表短周期 短周期这样 那说这个sds呢 就是公子 就是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公子 它的短周期设计水平谱加速度的细数这样 那为什么是细数呢 因为我们已经把这个设计反应谱 把它五英次化 那就说它是用了多少倍的那个地表加速度 多少倍的重力加速度 来这个表示这样 所以这个sds呢 基本上是没有单位 它就是多少倍的重力加速度这样 好 另外一个参数 我们说有两个参数 那另外一个参数呢就是sd1这样 那我们来先看这个s 一样它就是谱 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设计反应谱 然后这个英文呢就是spectrum 就代表这个s这样 那d呢也是代表设计 就是这个design basis earthquake 就是设计基准的那个地震这样 那我们从另外一个也可以说啊 它就是这个475年回归期的地震 那我们也可以说啊 它是这个在50年之内超越的距离啊 是这个10个percent这样 那one的话就代表说一秒 一秒周期这样 那我们用一秒周期啊 来代表说这个中场周期这样 所以我们把这个设计反应谱呢 分成这个四个趋段啊 四个趋段 然后第一个趋段的话是0到0.2t0d 那这个t0d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到这个t0d啊 它就是一个周期的那个分界 它是分开说这个短的周期 跟中长周期就在这个t0d做一个分解这样 那就是说如果结构的周期啊 小于这个t0d 那它就可以视为说啊 它就是个短周期 那如果这个结构的周期啊 大于这个t0d啊 那我们说啊 它就是个中长的周期这样 那再来的话 我们说一秒这个周期啊 来代表啊 这个中长周期 一个代表的那个性周期这样 好 那我们来再看说这个t0d 究竟是怎么计算呢 那就说它是从sd1 除上sds啊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t0d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说 我们说啊 原来这个反应谱呢 应该是结构的周期 还有阻尼比这个函数这样 那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阻尼比啊 就把它设定为是5%这样 那所以说这个设计反应谱呢 剩下周期的函数这样 好那我们再回头啊 看这个设计反应谱 那这个设计反应谱呢 基本上可以分成四个区段 第一个区段的话是从周期0 结构的震动周期从0 到0.2倍的那个t0d这样 那我们发现说这个 在这一段里面啊 它是直线上升的 然后第二段的话是从这个结构的震动周期呢 从0.2t0d到t0d这样 然后在这个范围之内啊 它这个结构的那个设计反应谱呢 它是一个长速段啊 长速段这样 然后再来的话是从这个t0d 到这个2.5倍的那个t0d啊 那我们就发现说这个设计反应谱呢 它是随着这个周期啊 递减的这样 那我们说啊 它是成一个反比的那个递减段这样子 然后当这个结构的震动周期啊 大于这个2.5倍的那个t0d呢 那我们说它也是个长速段 那这个长速段啊 就相当于说我们的那个反应谱的一个下降段这样 那当我们用这个设计反应谱 跟这个地震纪录的那个反应谱相比的话 那我们知道说哎 它在这个0开始的时候啊 周期从结构周期0开始的时候 哎 它真的是上升 上升的时候某种程度的时候 哎 它变成是一个平台了 然后跟着它就是反比的那个下降这样 那我们知道说它应该会一直下降一直下降这样 那但是我们刚刚说过了 那如果说我们一起下降的话 那就是说结构的周期真的很长的时候呢 我们变成说不需要考虑这个地震力 那在这个台湾来讲 这个是地震活跃的地带 如果我们不考虑地震力的话 那我们觉得有点心不安这样子 好那如果说我们用个公式来表示的话 那就是说公子就是对于某个size 某个size 然后呢 它的设计水平谱加速反应谱呢 那我们叫它sad sad 然后它的单位是g 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为没有单位这样 那就是说这个sad呢 就可以把它看是这个重力加速度一个倍率这样 说多少倍的那个重力加速度这样 好那我们分成这个四段这样 当这个t小于这个0.2t0d 那么它就是一个直线的那个上升段这样 那我们就发现说 我可以把它表示成说sds 括号 0.4 part 3t divided by t0d 然后再括弧这样 然后在第二段的话就是 从0.2t0d到这个t0d这样 那么它这个的话就是个常数段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看是sds这样 然后第三段的话是从t0d到2.5倍的那个t0d这样 那么它就是随着这个周期啊做个反比衰减段这样 那可以把它写成是sd1 divided by t这样 然后第四段呢就是当结构周期很长了 它是这个大于这个0.5 这个2.5倍的那个t0d这样 然后它又回到一个常数段 这个0.4倍的sds这样 那么我们就能够啊这个知道说它就分成四段 而且我们用两个参数就可以描述了 一个参数呢是sds 一个参数呢sd1 那这个sds呢是代表短周期的普加速度系数 sd1的话是代表一秒周期 一秒周期呢是代表这个 它就是用它来啊代表这个中长周期这样 那我们知道这两个参数 那我们把这个sd1 divided by sds 那我们就得到这个t0d这样子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把这个设计反应谱啊 这个整个区段啊都能够描述出来这样子 那在这边再说明一下说 这个t呢就是结构的那个基本阵容周期 period 然后呢它的单位呢就用秒s来表示这样子 然后再来吧这个结构的那个阻尼比啊 是固定为是5%这样子 那这个设计反应谱呢 我们从这个耐震设计规范的表2-5a 就可以找到了 那同学可以check一下 好那我们就归纳一下这样 那我们这个设计地震的那个谱下速度啊 或者说我们的设计反应谱 那我们这个设计反应谱呢 就用加速度来表示 或许严格来讲 它是结构的那个绝对加速度这样 那我们就可以用两个参数就可以决定 那这两个参数是什么呢 一个是公子的短周期设计水平普加速度系数 那它就是sds 然后再来的话这个一秒周期的设计水平普加速度 那它就用sd1来表示这样 那我们从这个sds啊 跟这个sd1啊 我们就可以找到啊这个短周期 还有中长周期它的分界 什么叫短什么叫中长这样 那我们把这个sd1除上这个sds 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t0d这样 那这个公司是怎么来呢 那我们先看这个t等于t0d这样 那t等于t0d呢我们有两个算法 一个算法的话我们这个t等于t0d 我们在它的左边一点点 它就是等于sds 在这个t0d的右边一点点 它就用另外一个函数表示 就是sd1除上这个t0d呀 那我们从这里呢 因为我们sds是其中一个参数 sd1是其中一个参数 那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t0d啊 搬到这个等式的左边 把sds啊搬到这个等式的右边 那我们就知道啊这个t0d呢 就equal tosd1 divided by sds 所以啊我们只要知道两个参数 这个t0d啊并不是个独立的参数 它事实上呢从这个sd1跟sds啊 就能够找到这个t0d这样子 所以呢这个整个那个设计反应谱呢 用两个参数就可以了 它们是sds跟这个sd1 然后t0d呢并不是个独立的参数这样子 好跟着我们来看这个第一段啊 那第一段呢我们知道说 它是从0到这个0.2倍的那个t0d 这样子 它是一个直线上升段这样 那就是说sad equal tosds 括号 0.4 plus 3t divided by t0d 再一个括号这样 所以它是个直线的那个上升这样 好第一个话我们来看这个 当这个t等于0的时候 t等于0的时候 那t等于0的话是代表说这个结构的周期非常非常短 那如果说结构就不会摆动不会震动 那如果说它是非常刚性这样 那我们就把它视为一个钢体这样 当这个t等于0那我们把它带进去 刚刚那个直线的那个方程式里面 那我们知道说这个sad呢 就等于0.4倍的sds这样 那我们知道说当t等于0的时候呢 那这个结构呢是个钢体 那钢体的话那就是说它跟着地表震动 所以它跟地表没有相对的运动 因为它非常刚性这样 所以这个sad呢也是结构的普加速度 就是也是结构的最大加速度 也是这个地表的最大加速度这样 所以当t等于0呢 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啊 这个地表的最大的加速度 所以我们把这个sad啊 就给它个名称 名称呢就是等效的最大地表加速度 那为什么它不是真正的最大地表加速度呢 那因为啊 我们在得到这个设计反应谱之后 我们这个设计反应谱啊 是按照过去很多个地震记录 那我们把这个地震记录呢 都把所有的地震记录都制作成反应谱 那我们制作成反应谱之后呢 我们把它平滑化 平滑化之后呢 我们就得到两个参数 那这两个参数呢 就是sds跟这个sd1 那所以说我们从这个sds跟这个sd1啊 那我们就得到这条曲线 所以这条曲线呢 当t等于0的时候呢 它未必是真正的最大地表加速度 但是它是设计的时候 这个设计基准是地震的时候 它的等效的最大地表加速度 所以呢 它的英文呢 叫effective quickground acceleration 那一般来讲的话 在简写 简称的时候呢 它就把这个ground把它去掉这样 那就是EPA EPA effective peak acceleration这样 那事实上它的全名呢 应该是effective peak ground acceleration 那就是0.4倍的sds 一样 因为这个sds呢 它是没有单位 或者说你 我们可以把它看一下说 这个单位就是g 就多少倍的重力加速度这样 好 那跟着我们看这个第二段啊 第一段呢 是直线上升段 那第二段呢 是个常速段 那就是说这个t啊 当这个结构的那个基本振动周期啊 介于0.2倍的t0d 到这个t0d的时候呢 那么它的那个设计反应谱呢 就是一个常速 那就说它的普加速度呢 变成是个常速这样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sad啊 就等于sds sds的话就是短周期的设计普加速度 好 那因为它是个常速 那我们呢 把这个区间啊 就把它这个命名为啊 等设计普加速度段 如果阶段 它是具有等设计普加速度这样 那时候说 如果归纳来看的话 就是说 当这个结构的基本振动周期 介于0.2t0d 到这个t0d之间 那么这个设计普加速度呢 就是一个定值 这个sad就是个定值 那我们把这个区段啊 命名为啊 叫做等设计普加速度段这样 所以我们这个第一段 就是直线上升段 第二段就是等设计普加速度段这样子 好 跟着我们来看这个第三段啊 那第三段呢 它是递减段的 递转的 而且它的递减呢 是跟这个周期啊 成个反比 成个反比这样 所以我们这个sad啊 就等于sd1 divide by t 所以跟这个结构的基本振动周期啊 成个反比的关系这样 那这个时候呢 结构的基本振动周期呢 是介于这个t0d到2.5倍的t0d之间这样 那就是说当这个结构的基本振动周期呢 介于啊这个t0d到2.5倍的t0d之间呢 那这个设计反应普 或说我们的普加速度 它是这个跟这个周期啊 成个反比的关系这样子 好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sad啊 把它转成svd这样啊 那这个a呢是代表加速度 d呢是代表设计 这个s呢是代表普 所以呢它是设计的普加速度这样 那我们把它转成这个svd这样 那这个v呢是代表velocity 这个d呢是代表design 然后呢这个s呢是代表spectrum 那就是设计普加速度这样 那我们知道这个设计的普加速度 跟这个设计的普速度啊 它们有个关系这样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普加速度 乘上它的周期 除上二拍 那事实上呢就是 除上它的那个振动的频率了 除上它的频率这样 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普加速度 变成一个普速度这样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普加速度 乘上它的周期 除上二拍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普速度这样 好那我们把这个sad呢 用这个sd1 divided by t带进去 那这个t呢就消掉了 那说 这会等于sd1 divided by 2pi 那我们再看一次 这个svd v呢是代表velocity d呢是代表这个设计 那就是设计普速度 那这个设计普速度呢 就等于sd1 divided by 2pi 那这个sd1呢 它是个参数 它不随着这个结构的 基本振动周期而变化的 所以呢它就是个常数这样子 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svd 这个普速度啊 在这个周期这个区段里面啊 它是个常数 它就是等于sd1 divided by 2pi 那所以说我们啊 就可以把阶段啊 看成是等设计普速度段这样 那当然如果说我们把它简化呢 就是等设计段这样 等设计普速度段这样子 好 所以呢我们这个 当这个结构的那个基本周期 为1秒的时候呢 那这个设计的普加速度呢 sad呢就等于sd1了这样子 那当这个结构基本周期呢 介于这个t0d到这个2.5倍t0d之间呢 然后呢它的普加速度呢 是这个跟这个周期成一个反比 递减的关系这样 但是它的普速度就是个定值 那这个定值呢 就等于sd1了 除上这个2pi这样 那所以说我们这个区间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看成是等设计普速度段这样 好那跟着我们看第四段这样 那第四段的话就是个常数段 就是说当这个t啊 大于2.5倍的那个t0d这样 理论上来讲的话 这个设计普速这个设计反应谱啊 应该是随着周期啊 越来越地减越来越地减 随着周期增加而地减这样 那但是呢 我们希望给它一个下限值 不希望说最后呢 不需要考虑到这个地震力这样 有的是在台湾是这个设计 这个地震活跃的那个地带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把它定为说 这个虽然说这个结构的基本转动周期呢 越长的时候呢 它的那个设计普加速度呢 会越小 但是我们给它一个下限 那这个下限呢 就是0.4倍的sds这样子 那说说总的来说的话 当这个结构的震动周期 这个比这个2.5倍的t0d还长的时候呢 那这个设计普加速度呢 就定为是0.4倍的sds 就给它个下限 然后它就是个常数这样 那说说总的来说呢 我们这个设计反应谱呢 分成四段 第一段的话 它这个是直线的上升段 这个时候呢 是从0到0.2倍的那个t0d这样 那第二段的话 它是个常数段 那我们说这个是档加速度段 那如果说全明的话 是档设计谱加速度段这样 那简称的话就叫档加速度段这样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结构的震动周期呢 是从0.2倍的那个t0d 到这个t0d这样 那我们这个第三段啊 是从这个t0d到2.5倍的那个t0d这样 那它是跟周期啊 成个反比的关系这样子 那它可以写成啊 是这个sd1 divided by t这样 那如果说我们从普加速度来看 它是跟周期成个反比的关系 那如果说我们转成这个普速度的话 它就变成这个常数了 那我们刚刚说过 它这个常数呢 就是sd1 divided by 2π这样子 第四段的话 就当这个结构的那个震动周期啊 基本震动周期大于这个2.5倍的那个t0d 那我们呢给它个下限 不希望说它一直随着这个周期啊 地减 那么最后我们香港周期很长很长的时候呢 我们基本上就不需要考虑到这个地震力 那这样的话对台湾来讲 对这个地震活跃的地带来讲 就变成太冒险了这样 所以我们就给它个下限 那就是0.4倍的sds 好 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个设计反应谱呢 是由两个参数来决定 一个呢是sds 然后呢一个是sd1 那只要说我们两个参数定了之后 那我这个设计反应谱就决定了这样 那跟着问题来了 那我们怎么找sds呢 怎么找这个sd1呢这样 那这个sds呢 是跟三个因子有关系这样 一个因子的话就是公子的正区 就是它坐落在哪里这样 比如说如果坐落在台北 坐落在桃源很可能不一样 或者说坐落在新加坡 它根本就不需要考虑到地震这样 所以第一个跟它的location 就是跟它坐落在哪里有关系这样 第二个 这个公子啊跟断层的距离有关系 那我们知道越靠近这个断层的话 它往后啊 这个地震啊 这个风险就越高 它地震的那个震度啊就越大这样子 然后第三个的话 跟这个公子的那个地盘的种类有关系 就是说这个公子啊是软弱的地盘 像台北就非常软弱了 还是非常一个坚硬的地盘 像这个桃源 软异时长的海港是非常坚实的那个地盘 那就是说跟它的地盘分类有关系这样 那说说这个SDS啊 就是短周期的设计水平普加速度系数 因为它是没有单位 那就是说它是跟这个重力加速度一个倍率这样 那跟三个因子有关系 一个它坐落在哪里 属于哪个正区 第二个 这个公子啊跟断层的距离 第三个 它这个地盘的分类 它是属于哪一类的那个地盘这样 所以我们把这个SDS啊 可以把它写成三个因子的那个箱层这样 首先我们看最后一个SSD 这个SSD呢 跟它坐落在哪里有关系这样 所以这个SSD呢 就叫正区短周期设计水平普加速度的系数 就只要它知道坐落在哪里 那我们这个SSD就可以知道这样 然后第二个因子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NAD NAD 这个NAD啊 就是这个反音谱在挡加速度段 它的近断层的调整因子 就是说这个是跟那个断层距离有关系这样 这个大N的话是代表near near fault就是代表说 它是不是这个这个有多靠近断层这样 这个A呢 这个A呢 下标这个A呢 是代表说等加速度段 那这个等加速度呢 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这个短周期段 也可以把它看成是短周期段这样 这个括号D呢 是代表这个设计低震 设计低准低震这样 好 再来前面一个的话 就是这个FAD这样 这个F呢 就是因为公子的那个放大系数 那公子 或许我们把它看成是Field 说这个大的F这样 那这个小A呢 也是等加速度段 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短周期段这样 然后这个括号D呢 就是这个代表这个设计低震这样 所以我们这个SDS啊 是由F跟N跟S把它相乘起来 我们就可以找到SDS 所以这个SDS呢 是equal to FAD times NAD times SSD 那我们把这三个因子相乘起来呢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SDS 好 同样的道理 那我们说这个设计反应符有两个参数 另外一个参数呢 是SD1这样 那这个SD1也是跟三个因子有关这样 一个它坐落在哪里 第二个它跟断层的距离 第三个它是属于哪一类地盘 是很软落的地盘呢 还是个坚实的地盘这样 所以这个SD1呢 也是三个因子把它相乘这样 第一个就是由于这个公子的那个分类 它是属于哪一种地盘这样 第二个是它跟那个断层的距离多近这样 第三个它是坐落在哪种正区这样 所以呢 但是我们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是倒过来决定这样 第一个的话 我们知道说它的正区 正区坐落在哪里 那我们知道它正区坐落在哪里 我们就知道它正区一秒周期的那个设计水平 普加速度系数这样 再来这个公子跟这个净段层究竟距离多少 那我们知道它的距离的话 我们就知道它的那个调整因子这样 第三个的话就这个公子这个结构坐落的那个地点 它是属于哪一种地盘 那它的那个地盘分类是哪一个这样 那有了这个三个因子呢 我们把这个三个因子相乘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sd1这样 那说说sd1 equal to fvd times nvd times s1d 那我们这个相乘起来了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sd1了 那我们前一张投影片呢 介绍说怎么找sds 我们在这张投影片呢 是介绍说怎么找sd1 那我们只要这两个参数找到之后呢 那我们这个设计反应谱就可以找到了 那我们现在就一步步看了这样 那我们知道这个sds也好sd1也好 跟三个因子有关系 其中一个的话是正区的那个因子 正区的因子这样 那我们要找这个正区因子呢 那我们就知道它坐落在哪个行政区这样 那这个正区呢跟这个行政区呢是一致的 那所以说正区呢用相正市区 这样一个行政区啊来做这个划分这样 那来划分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sd 那这个sd呢就是正区短周期设计水平普查速度的那个系数这样 那这个sd呢就是在这个正区里面 一秒周期设计水平普查速度的系数这样子 然后这个的话是什么决定呢 那就是说我们先知道公子在哪里 在哪个行政区 那我们就可以查表 那我们这个耐震设计规范的表2-1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sd 找到这个s1d呀 那找到sd跟这个s1d呢 那我们这个sds里面的其中一个因子 sd就知道了sd1里面其中一个因子s1d也是知道这样 那我们这个sd呀就是正区短周期的设计水平普加速度系数呢 它大概是有4种情况 一种是0.8 0.7 0.6跟0.5 那这个s1d呢也有4种情况 那就是0.45 0.4 0.35跟0.3这样 那这个sd跟这个s1d呢 那我们可以把它看是没有单位 它就是重力加速度一个倍率这样 或许说我们说它的单位就是g 就多少倍的那个重力加速度这样 那同学可以查一下这个耐震设计规范表2-1 那是不是找到这个表 那只要知道我们要知道这个行政区 我们就可以找到ssd找到s1d 那就是说我们就知道短周期的设计水平普加速度 还有正区的阴表周期的设计水平普加速度的系数 好跟着我们用这个图形来表示这样 那我们就看到说这边左边是台湾的地图 那这个地图呢分成四个区块 一个区块呢是有点绿色的 是0.5倍的g 然后另外一个区块呢有点蓝色的斜线 那时候是0.6倍的g这样 一个区块呢是白色的 那时候是0.7g 然后呢再来一个区块呢是这个斜线的灰色的 那么它就是0.8g这样 那我们看到说在这个车隆普断层的附近 那它说是0.8g 在台湾的东部有这个发动重骨有一些断层 那它也是0.8g这样 那0.5g是哪个地方呢 在这个屏东0.5g这样 那再来是这个台北县跟桃园县的部分的区域这样 那我们再看右边这个台湾地图了 那一样它也是分成了 这个四个区块 那一个绿色点点的阴影的 那时候是0.3g 蓝色斜线的话是0.35g 白色的话是0.4g 那灰色斜线的话是0.45g这样 那一样我们看这个0.45g的部分 那就是说沿着这个车隆普断层 那0.45g呢还有这个东部 这个台东 然后花莲还有宜兰这样 那比较绿色的话就是这个屏东半岛 还有这个台北县 还有这个新北市 还有这个桃园市这样 那我们这边呢有个范例 然后这个范例 这个公子有个公子有个Site 那这个公子呢是坐落在这个花莲县的瑞穗香 那现在要求475年回归期 那时候设计基准地震这样 那它的那个正区 短周期 还有一秒周期的水平普加速度系数这样 好 那我们就到这个规范 查表2-1 表2-1 那表2-1呢有列了很多个行政区 那我们就找这个花莲县 这个瑞穗香这样 那我们看到有四个四栏 四栏 一栏呢是SSD 那它就是0.8了 S1D呢是0.45 那其他两栏的话 那我们还在这个后续 会陆续介绍这样 那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呢 我们只看到SSD 我们只关心S1D这样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SSD 就等于0.8了 S1D呢就是0.45这样 那这样的话我们知道说 这个475年回归期 或说我们说这个设计地震 设计基准地震 它的那个正区 短周期水平普加速度系数 SSD呢就等于0.8 那它是没有单位 它是多少倍的那个中立加速度 那同样的道理 这个475年回归期的那个设计地震 或说我们叫它设计基准地震 它这个正区1秒周期 水平普加速度系数 在这个花莲线的锐水箱 那这个S1D呢就是等于0.45 它一样是没有单位 它说0.45倍的中立加速度 好那我们现在找了这个正区的普加速度系数之后呢 那跟着我们要找这个进段程的那个调整因子 进段程调整因子 那这个进段程调整因子呢有两个 那一个的话是这个等加速度段的进段程调整因子 那当然我们是针对这个设计基准基层 那我们叫它NAD这样 然后再来是个等速度段 或者说等设计普速度段 然后它的进段程调整因子 一样我们是针对这个设计基准基层 那我们叫NVD这样 然后它是取决于说它是哪一个段程 还有这个公子跟段程那个距离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们远离这个段程的话 那这个NANV呢就会变成是1了 那如果越靠近段程呢 这个NANV就会越来越高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以这个车隆普段程为例 然后看说这个进段程的那个调整因子 然后NA跟NV这样 那这个车隆普这个段程它的进段程调整因子呢 我们在这个耐震设计规范表2之4之1 我们就可以找得到这样 那第一个我们来看这个R 这个R呢就是这个公子跟这个段程的那个距离这样 那如果R大于12公里 那大于12公里呢 我们就觉得它是远离够远 跟这个段程距离够远这样 所以这个两个调整因子啊 NANV都是等于1.0 这个NAD等于1.0 NVD也是等于1.0 那我们再往前看了 就说当这个公子如果越来越靠近段程 那如果说我们看这个距离啊 呢介于这个8公里到12公里之间的话 那这个NAND啊 NANV啊就大于1的 然后呢一个是1.03 那一个是1.1这样 那如果说我们越来越靠近 越来越靠近 那我们这个NA啊 就会从1.0 渐渐地地震 地震到1.23 那我们的NANV啊 就从远离近段程的1.0 到靠近近段程的1.36这样 那就是说我们NANV啊 这个近段程因子啊 有一些特性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公子 跟段程的距离很远很远 那这个NANV啊就会等于1了 那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考虑到近段程的效应这样 那如果说它越来越靠近这个近段程呢 那这个NANV啊就越来越增加 那就是说近段程的效应啊 就越来越加剧这样子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距离越近 距离这个段程越近 那这个因子就越高了 那如果远离这个段程呢 这两个这个调整因子啊 就会变成是1这样子 好那我们回到啊刚刚那个历史 那这个公子1呢 我们这个回顾一下 它是坐落在花莲县的瑞瑞乡 那现在也知道啊 它在这个距离啊 跟玉里段程的那个距离啊 大概是2公里以内 2公里以内这样 那现在呢就是要求啊 475年回归起的设计地震 那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是设计 设计基准基层这样 它这个反应谱 等加速度段 还有等速度段 它的那个近段程调整因子这样 那就说我们要找NAD 还有这个NAVD 究竟等于多少这样 好那我们从这个耐震设计规范的 表二之四之七 那我们就找到啊 这个近花东地区的段程 寒玉里 它的那个调整因子这样 那我们再看这个耐 耐呢有大于12的 有8到12公里的 有5到8公里的 有2到5公里的 那还有2公里以内的 那对于我们这个情况的话 我们这个例子的话 它是在2公里内的 就说我们的公子 距离这个玉里段程 是在2公里以内的呀 那所以说我们就找到NAD 就是等于1.42 NVD就等于1.58 那我们整理出来了 NAD equal to 1.42 NVD equal to 1.58 好 那我们归纳一下 到目前为止 我们得到些什么东西加 一个我们知道说 在这个设计基准地震之下 正区这个短周期水平普加速度 SSD这等于0.8 一秒周期水平普加速度系数 S1D等于0.45 再来我们这个也知道说 这个等加速度段 近段程的调整因子 NAD是等于1.42 等速度段的近段程调整因子 是等于1.58 好 那我们呢 把这个SSD乘上这个NA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SSD 就等于1.136 那这个1.136是什么呢 当我们考虑了近段程调整因子之后 然后这个正区的短周期水平普加速系数 那我们用SSD这样子 那同样的道理 那如果说我们要考虑近段程的效应之后 那在这个设计基准地震之下 正区1秒水平普加速系数 那我们叫S1括号D 然后Equal to Nv括号D times S1D这样 那我们就得到是0.711 那0.711是怎么来呢 我们把0.45乘以1.58 我们就可以得到0.711 1.136怎么来呢 我们把0.8乘以1.42 那我们就得到是1.136这样 好 那我们已经考虑了正区了 我们也考虑说这个公子啊 跟这个段程一个距离的 就是要近段程调整因子 那跟着的话我们这个地盘的分类 那究竟有多大的这个影响这样 那这个公子放大系数 就是因为地盘分类啊 而造成的那个放大系数 也是有两个系数 一个呢叫FA FA呢是代表等加速度段这样 然后一个的话是Fv 那是代表等速度段这样 那这个FA跟Fv这个大小啊 跟这个公子的那个分类有关系 那跟那个地盘的种类有关系这样 如果这个地盘是个非常坚实的地盘 那这个公子放大系数呢 就不需要放大 那就是这个FA Fv就等于1这样 那就是说我们以这个坚实地盘呢 当个基准 那如果这个公子呢 是坐落在一个坚实的地盘了 那它的放大系数 FA跟Fv呢 总1 那就不需要这个放大了 那如果这个地盘越来越软弱 越来越软弱 那这个公子放大系数呢 这个FA跟Fv就越来越高这样 这个FA呢我们可以从这个规范啊 这个耐震设计师规范啊 表2-2a可以找到这样 那找到呢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如果说我们看这个 这个地盘的分类呢有三类 1-2-3这样 1的话是代表坚实地盘 2呢是代表普通的地盘 然后3的话是代表软弱的那个地盘这样 然后再来的话我们看这个SS 这个SS呢就是已经考虑了这个进段层调整因子之 进段层效应之下 它的那个转周期的那个普加速度 系数这样子 然后这个SS呢就是这个介于0.5到这个0.9之间 这样 那一个区间的话这个SS是大于0.9 然后呢一个的话SS是等于0.8 然后一个的话SS是等于0.7 再来的话SS是等于0.6 然后再来的话这个SS是小于0.5这样 好那我们先看这个第一类地盘 第一类地盘呢所有的FA啊都是等于1.0这样 那我们说啊这个因为我们这个设计反应谱呢 是以坚实地盘当做个基准这样 那如果说这个是第一类地盘 那就是说它是个坚实地盘 它就不需要调整 那不需要调整啊这个FA啊就会等于1这样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第二类地盘 第二类地盘呢我们发现这个FA啊是大于1的 大于1这样 然后第三类地盘呢这个FA就更大这样 那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这个从 从这个行来看的话 从行来看的话 那就是说这个越软卧这个FA就越大了 那我们这个以这个SS等于0.6来看这样 那从第一类地盘的1.0到第二类地盘的1.1到第三类地盘 地盘1.2这样 那就是说地盘越软卧那这个FA啊就会越大这样 好那我们再从横的来看啊从这个列来看啊从列来看 那就是说当这个SS越大时候呢 那么这个FA啊就越小了 那原因就是说当我的震度越来越大时候 那纵然说当刚开始是个坚实地盘 或者说这个这个经过震动之后呢 它也变成软弱了 所以当我们看这个SS等于0.8的时候呢 那这个FA呢对第一类地盘也是1.0 对第二类地盘也是1.0 对第三类地盘也是1.0 那就是说当我们的震度大到是0.8的时候 那第一类地盘因为这个震动那么大的时候 它也变成软化了 它也变成非线性这样 那么它这个第一类地盘也会变成软化之后呢 软弱之后呢 它也跟这个软弱地盘呢分别不太大这样 所以呢它的FA呢都是等于1.0这样 所以重的来看就是地盘越软弱 这个FA就越大了这样 横的来看这个震度越大呢 这个FA呢会变小 那变小的原因的话 因为这个时候呢 当这个震度大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呢 这个坚实地盘呢也会变成软弱地盘 因为震的太大 这个这个土壤啊变成这个非线性 也变成弱化了这样 那这个SS怎么找呢 这个SS呢就从这个NAD乘上这个SSD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SS 那得到这个SS之后呢 那我们就按照这个地盘的分类 就可以找到FA这样 那跟着我们要看F1 F1呢就是等速度段 它这个公子的放大系数这样 那我们从这个耐震设计规范 那个表2-2b可以找得到这样子 那第一个的话我们要知道它这个S1 S1怎么找呢 S1呢事实上就是我们的S1D S1D呢就从NVD 就是进段层的调整因子 乘上S1D 就是一秒周期 正区一秒周期的普加速度系数这样 然后地盘分类 怎么分类 我们待会会说这样 一样我们先看这个D类地盘 D类地盘它是个坚实的地盘 那我们说啊我们这个设计反应谱 是以坚实地盘当作是个基准了 所以这个FV呢就不用放大了 就保持1.0这样 好那我们用S1等于0.35来看 那第一类地盘的时候呢 这个FV是1.0 第二类呢就是1.4 再来第三类就是1.7这样 那如果说我们重的来看 就是地盘越软弱 这个FV呢就会越大 那就说它的公子放大系数就会越大这样 好那我们再横的来看 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二类地盘 第二类地盘呢 当这个S1小于0.3的时候它是1.5 等于0.35的时候1.4 等于0.4的时候1.3 等于0.45的时候1.2 小于这个0.5的时候它是1.1 大于0.5的时候它是1.1 那就是说当我的震度越来越大的时候呢 那这个FV呢就越来越小 那跟我们刚刚所说的一样 当这个震度啊越来越大的时候 坚持地盘也会变成软化了 那软化的话这个第一类地盘 第二类地盘第三类地盘 它们的差异呢就越来越小 那越来越小呢 那么这个FV呢就越来越接近 这样 好 那刚刚我们说过了 我们要找这个FA跟FV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它的那个地盘的分类 那我们来看说这个地盘的分类啊 怎么来分这样 那这个地盘的分类呢 我们是用这个地表以下 30公尺以内的那个平均的那个简历坡数 来找这样 好 那这个叫做VS30 这个S呢是代表简历 share 30呢是代表这个地表以下30公尺 这个V呢是代表简历坡数 坡数这样 Velocity 坡数这样 所以这个VS30呢就是代表说 地表下30公尺 这个公尺的地表以下30公尺以内 它的那个平均的那个简历坡数 那这个简历坡数怎么找呢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地表以下的那个土层啊 很可能分成很多层 那我假设说分成有N层好了 N层好 那每一层的深度呢 我们叫DI DI DI的话说DI层的那个深度这样 然后呢每一层也有它的那个简历坡数这样 那我们这个每一层啊 这个DI除上它那个简历坡数 VSI 就是我们跑阶层的时候需要的那个时间这样 那我们把N层的时间把它加总起来 那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当我的波数啊 传递30公尺的时候 传了30公尺的时候 它的总需要的这个时间是多少 那需要的时间多少 当做分母 分子啊就是这个地表以下的30公尺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找到那个平均的那个简历坡数 那说这个VS30呢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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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这个I土层的平均简历坡数 那它的单位呢就是meter per second这样 那因为我们关心呢是地表以下30公尺 所以我们呢这个submation DI啊 就是等于30公尺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个平均简历坡数的公式啊 我们在那个耐震设计规范 D2-5A4就可以看得到这样 那同学可以check一下 好那我们这个地盘的分类怎么分呢 那如果说越坚实的地盘 那它的简历坡数啊传递越快 简历坡全传递越快 所以它的简历坡数呢就越高这样 那越是软弱的地盘 那它的简历坡数啊传递的比较慢 那它的坡数就比较低这样 那我们从这个耐震设计规范的第二至四节 那我们就有这个分类这样 那如果说我们的简历坡数大于270 270mps 那么它就归类为坚实的地盘 就是我们的第一类地盘 那如果这个简历坡数介于180 to 270mps 那么就是视为这个普通的地盘 那就是我们的第二类地盘这样 那如果这个简历坡数啊 VS30 小于180mps 那我们说啊它就是一个软弱地盘 那就是我们的第三类地盘这样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这个简历坡数怎么去估算啊 我们怎么去估算这个简历坡数这样 那我们在这个耐震设计规范啊 2至54啊 有这个怎么去估算这个简历坡数这样 那我们从这个标准冠入 冠入试验的n值 就可以估算它的简历坡数这样 那如果这个n值啊是介于2到这个25之间 那我们啊这个用100乘上这个n值的三分之一倍 三分之一次方 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简历坡数这样 那如果这个n值非常非常小 小于2的话 那我们就用这个单压的无微压缩试验啊 无微压缩的强度啊 来这个表示这样 那我们就是120乘上这个无微压缩的那个强度 的0.36次方 那我们就可以估算出来它的那个简历坡数这样 那这个的话是对于粘性的那个土长这样 那如果说对于沙子的土长的话 那我们就会说这个n值是介于1到这个50 那我们这个简历坡数啊就可以把它80乘上这个n值 的三分之一次方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简历坡数这样 那这边的QUI就是DI层土层的单压无微压缩这个试验的那个强度这样的 然后它的单位呢就是KGF CM²这样 这个NI呢就是DI层层的标准冠用试验的n值这样 然后一样这个公司呢在我们的耐震设计规范里面啊就可以找得到 那这边就说明啊这个当这个地盘越坚实的时候 它的那个标准冠用试验的n值也越大 它的那个简历坡数呢也越高这样 所以简历坡数啊跟这个n值啊是正相关这样 那反过来看的话当这个地盘越软弱 然后呢这个n值就越小 那这个简历坡数呢就越低这样 那我们就回到我们那个范例这样 那我们这个回顾一下 这个公子1呢是坐落在花莲县的瑞税厢 那现在要求啊这个475年回归起反应谱的等加速度段 还有等速度段那个公子放大系数 那就是说我们要找FAD还有FVD这样子 那找到之后呢那我们就可以继续找啊 公子的短周期还有1秒周期水平普加速度的系数 就是SDS跟这个SD1这样子 那这边给的条件就是说 这个公子地表以下30公尺 它的那个土层的平均的那个简历坡数呢 是等于661.52 那因为它是大于270mps 所以呢它是属于低类 或许说它是个坚实的那个地盘这样子 那跟着我们就可以查表了 那查表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SSD是等于1.136 那这个SSD呢是由近端层因子 乘上正区的短周期普加速度系数这样 那我们知道说它是1.136 1.136呢就大于0.9 那它又属于低类地盘 所以这个FA呢就等于1.0了 所以我们就得到这个FA就等于1.0 那我们有了SSD 有了NAD 也有FAD 我们把这三个因子把它乘起来 那我们就得到这个SDS就等于1.136 那我们这个设计反应谱的其中一个参数SSD SSDS就是设计水平普加速度 短周期的设计水平普加速度系数这样 好那我们跟着要找FV了 FV 那找FV之前呢我们要先知道S1D 那这是S1D呢就是NVD乘上S1D 那就是0.711 这个是我们之前就找到了 那0.711呢 那它是大于0.5 然后呢它又属于低类地盘 所以我们的FV就等于1.0这样 所以我们都得到这个FVD呢就等于1.0 那我们有了S1D就是正区的 一秒周期普加速度系数 NVD就是等速度段的进端层调整因子 那我们也知道FVD就是等速度段的公子放大系数1.0 那我们把这三个乘起来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SD1就等于0.711 那说公子一秒周期设计水平普加速度系数 SD1呢就等于0.711这样 好这边呢我们就归纳整个流程 整个流程这样 那整个流程的话就是说我们怎么去算 一个公子设计水平普加速度反应系数的SAD 然后呢它的单位就是没有单位 或者说我们可以把它视为说多少倍的重力加速度这样 第一步我们知道这个公子 那我们就查这个公子的行政区 那有了这个行政区 我们就查耐证设计规范的表2-1 查这个表2-1之后呢我们就得到正区 短周期设计水平普加速度系数SSD 还有正区一秒周期设计水平普加速度系数S1D 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公子做的在哪里 哪一个行政区 那我们查表就可以知道正区的短周期设计水平普加速度系数 也知道一秒周期的设计水平普加速系数这样 好 那我们就进入这个第二步了 那我们这个公子知道了 那我们就可以看说这个公子跟这个断层的距离多少这样 那我们有了这个公子距离这个断层 跟这个断层的距离 那当然我们要知道说断层的名称了 那我们就可以查耐证设计规范的表2-4-1到这个2-4-7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等加速度段的近断层调整因子 还有等速度段的近断层调整因子 那就是说我们就可以得到NAD还有NVD这样 所以我们这个第二步呢 我们知道这个公子了 那我们知道说附近有没有断层 那有断层 那断层的名称是什么 那这个公子跟断层的距离是什么 那我们这个查表就可以找到这个近断层的调整因子 那有两个 一个的话是等加速度段 然后呢一个是等速度段 好 那我们就定入第三步了 那第三步呢我们就要做一个钻碳 钻碳 那钻碳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得到每一个土层的平均减减破数 好 或许说我们这个钻碳之后呢 就知道每一个土层的平均的N值这样 那我们一个就直接找到减减破数 另外一个的话我们先找到N值 再估算这个减减破数 那估算之后呢我们得到每一个土层的那个减减破数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地表以下30公尺内的那个平均的减减破数 那我们有了这个平均减减破数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地盘分类 那究竟是属于地内坚实的地盘 还是第二类普通的地盘 还是第三类暖落的这个地盘 所以这个第三步呢我们需要做一个地质的钻碳 那钻碳之后呢我们用实测的也好 估算也好 就得到每一个土层的那个减减破数 那得到每一个土层的减减破数 我们就可以估算在地表以下30公尺之内的平均的那个减减破数 那有了这个减减破数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地盘的分类 第一第二还是第三类这样 好跟着我们就进入这个第四步了 那这个第四步的话就是说 我们已经有这个地盘的分类了 我们也有这个SSD了 我们也有这个S1D了 那我们就说从这个地盘的分类 看说它是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加 还有呢这个SSD 这个SSD呢就是这个正区 考虑了那个净团这个公子 就是这个净段层的效应 它的那个普加速度系数 短周期的普加速系数 那我们就查这个耐震设计规范的2-5A 表2-5A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等加速度段的公子放大系数 FAD这样 那同样的道理 那我们知道这个地盘的分类 第一类第二类还是第三类 那我们也知道说考虑了净段层效应的 1秒周期普加速度系数 S1D 那我们就查这个耐震设计规范表 25B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啊 这个等速度段的那个公子放大系数 FVD这样 那说说我们这个第四步呢 就要知道地盘的分类 那我们查表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FA 也可以找到FV 好 那我们有了三个因子 那我们把这个三个因子乘起来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SSD 还有SD1这样子 然后这个SDS呢 就等于FAD乘上NAD乘上SSD SD1的话就等于FVD乘上NVD乘上S1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啊 这个公子短周期的设计水平谱加速度系数 SSD 还有这个公子1秒周期的设计水平谱加速度系数 SD1这样 好 那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两个参数了 一个参数是SDS 一个参数是SD1 那我们就可以把整个这个设计反应谱把它画出来 那这个设计反应谱呢 就是有分成四个四段 第一段的话就是这个T小于0.2倍的T0D 那我在这边再说明一次 这个T0D呢就等于SD1了 除上这个SDS这样 然后在这个T小于0.2倍的T0D的时候呢 它这个是一个直线上升段这样 当这个T这个结构基本转动周期 也是借于0.2倍的T0D到T0D的时候 它是一个常数段这样 当这个T啊借于这个T0D到2.5倍的T0D的时候呢 它是这个反比的那个递减段这样 当这个T啊大于2.5倍的那个T0D的时候呢 那么它就是0.4倍的SDS 就是一个下算下限段这样 然后这个公式呢 从我们这个耐震设计规范表2-5A 里面可以找得到 好那我们又回到我们的那个范例这样 然后这个公子1呢 坐落在这个花莲线的瑞瑞乡 那现在啊要找475年回归期 设计地震的公子水平加速度反应浦系数 SAD这样 那这个SAD呢 就是个周期的函数这样 那我们在前面呢 已经找到SDS呢 是等于1.136 SD1呢 是等于0.71 那我们从这个SD1 SDS呢 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T0D 这个T0D呢 那就是0.626秒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D段的话 这个T是小于 这个0.2倍的T0D 那就小于等于0.1252秒 然后它是一个直线的那个上升段这样 那第二段的话 就是0.2倍的T0D 到这个T0D 那就是0.1252秒 到这个0.626秒 那么它就是个常数段 那这个常数呢 刚好就等于SDS 就是1.136这样 然后第三段的话 就是从这个T呢 大于这个T0D 到2.5倍的那个T0D 那就是说 介于0.626秒 到1.565秒 那么这个普加速度 这个设设计反应谱 这个设计反应谱呢 它是一个反比的那个递减这样 它是等于 所以你去SD1除上这个T这样 那时候是0.711除上这个T这样 那当这个T大于2.5倍的T0D 那时候说这个T大于这个1.565秒的时候呢 那么它就是个下限段 那我们是取0.4倍的SDS 就是等于0.4544秒这样 那么我们这个SAD 它就是个周期函数 那这个周期函数分成这个四段 那我们现在就知道 那跟着的话 如果说我们之后知道 说这个结构的那个阵动周期 基本动动周期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SAD找到这样 那目前呢 因为对于一个公子来讲 我们的结构还不确定 还不确定是个怎么结构 所以这个SAD呢 是个周期函数这样 当我们这个周期知道的时候 结构知道的时候 你也知道它的周期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SAD就可以知道这样 那我们把这个图画出来这样 那这个第一段的话 是从0到0.2T0D 然后它是个直线的那个上升段 那第二段的话 是从0.2T0D到这个T0D 然后它就是一个平台段这样 然后第三段的话 这个大于这个T0D 到2.5倍的T0D 它以这个周期的反比啊 这个做一个递减这样 然后第四段的话 它就是个常数段 或是个下限段 那就是这个0.4倍的SDS这样 那刚刚我们已经介绍完这个D类地盘 第二类地盘 第三类地盘这样 那在台湾呢 还有一种D盘 那我们呢 叫做台北盆地这样 那台北盆地的那个设计反应谱的形式呢 跟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地盘很接近 那但是它的表示方式呢 有点点改变这样 也是用两个参数 但是这两个参数呢 就是SDS跟这个T0D SDS跟这个T0D 那我们之前呢 一二三类地盘 我们用SDS跟SD1这样 那我们现在呢 是用这个SDS跟这个T0D这样 那一样是分成这个四段这样 那第一段的话就是 这个T小于0.2T0D 那就是从0到0.1T0D 它也是个直线的上升段 第二段呢 是0.2T0D到一倍的T0D 它是一个平台段 SDS 第三段呢 是从T0D到2.5倍的这个T0D 然后呢 它是一个反比的那个D减段 那就是等于SDS乘上T0D 除以这个T这样 然后第四段呢 也是个下限段 那就是说这个T呢 大于2.5倍的T0D 那就是 这个下限呢 就是0.4倍的SDS这样 然后这个公司呢 在我们的耐震设计规范 表2-7A的 就可以找得到这样 那这边再说明一次 如果说这个T 就是结构的基本震动周期 然后它的单位就是秒 那结构的主体比呢 设定为是5秒 固定为5个percent 5个percent这样 那么 所有这个SAD 就变成只有是周期的函数这样 那以这个台北地区来讲的话 这个台北盆地的正区呢 就划分为台北一区 台北二区 还有台北三区 并没有台北四区这样子 那在这个耐震设计规范的表 2-6C里面呢 那我们可以找得到这样子 那台北一区也好 二区也好 三区也好 这个SDS呢 都是0.6 那时候是0.6倍的那个重力加速 但是T0D呢 一区的时候是1.6 二区的时候是1.3 那三区的时候呢 是1.05这样 那我们发现说这个T0D啊 是大于1秒的 那这个是跟我们第一类地盘 第二类地盘 第三类地盘 不一样 那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地盘 T0D呢 都会小于1秒 但是对于台北盆地来讲啊 这个T0P啊 T0D啊 是大于1秒这样 那我们会发现说 这个台北一区的T0D最大 再来是二区 再来是三区这样 那T0D越大的意思呢 说代表这个土层啊 越软弱 越软弱的话 那就说它的那个效应 这个软弱地盘的那个效应呢 就呈现出来 然后呢 它这个 这个平台段啊 延伸的越长这样子 那这边呢 也是归纳说 我们在这个台北盆地啊 怎么找这个设计反应谱这样子 那这个设计反应谱呢 就是SAD 就是说我们已经知道公子了 然后要找它的设计反应谱 这个设计水平加速度的反应谱系数 SAD这样子 那一样这个SAD呢 也是没有单位 或许说它把它看上说 多少倍的那个重力加速度这样子 然后第一步的话 我们就是知道这个公子 它是坐落在哪个形状区 那知道它的形状区呢 我们就可以查耐震设计规范的表2-6A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啊 它这个是属于台北一区 二区 三区 那这个台北一区 二区 三区 就是台北的正区了这样子 那我们知道这个正区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进入第二步了 进第二步 那我们就查这个耐震设计规范这个表2-6C 那我们就得到两个参数了 一个参数是SDS 一个参数是T0D这样 那这个SDS呢 就是公子短周期设计水平普加速度的系数 那我们就叫SDS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 我们也可以知道说 这个短周期 还有中长周期的那个分界的那个周期这样 那么叫做T0D这样 那我们有了这两个参数呢 那我们就可以把台北盆地的设计反应符定出来这样 那第三个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公子设计水平普加速度的系数 SAD这样 然后这个系数呢是个周期的函数这样 然后这个系数呢我们也可以用表2-9A那边也可以得到这样 那这个SAD呢就分成四段 第一段的话就是0到2.5倍的0.2倍的T0D这样 那么它是个直线的那个上升段这样 那第二段呢是从0.2T0D到这个T0D 然后呢它就是个平台段 它就是个常数段这样 那第三段的话就是从T0D到2.5倍的那个T0D 它是按照这个周期啊 成一个反比的关系这样 然后第四段的话就是大于2.5倍的那个T0D 那么它就是一个下限段 就是等于0.4的SDS这样 好那我们的参考文献呢也是一样 有结构学的工程数学的 钢筋混凝土学的 那我们也有两本规范 那这两本规范呢是建筑竹物的耐震设计规范 还有混凝土结构的那个设计规范 那我们也有两本书 那这两本书呢就是混凝土工程啊 设计规范的应用 怎么应用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课呢涵盖的那个专业还蛮多的 那做一个融会贯通 那对同学就有帮助这样子 好那我们这一堂课呢就在此告一段落 好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